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想和之前我們有一集說過頭暈 但這次這個比較嚴重 就是昏暈,finting 即是失去知覺的情況 相信這些如果我們懂得用同類療劑 在這些緊急的情況之下 應該立即可以將那個很惡劣 或者很危急的情況之下 應該一定會扭轉到,是不是? 麻煩你幫我們分享一下 頭暈很多人都有 但間中我亦都見過 或者自己經歷過疫情暈低 暈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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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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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律不规,过度牢碌,过度缓气 这些都是可以导致人失了知觉的纷纹 所以症状方面最重要是突然之间没有了意识 不省,没有了意识,还有是虚决的 因为病发症,纷纹通常是暂断 除了跌倒造成的伤害之外,本身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但是纷纹可能代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譬如休克,头部受伤,心脏病,中风,脑肿瘤 如果没有了脈搏和呼吸,当然要立刻进行什么呢? CPR,心肺复甦,立刻叫999 但是如果脈搏和呼吸正常可能几分钟 但是几分钟都不醒,当然要立刻去求医 都要求医的了 好了,要留意什么呢?遇到这些情况 留意患者有没有呼吸? 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患者的面,嘴唇,指甲是什么颜色呢? 看看周围的环境 看看他可能会看到是否跌倒,撞倒,某些东西 就是看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好了,简单来说呢 我们同类疗法界有什么简单的指引 好了,如果是因为极度恐惧而昏低的 而昏运呢 首先想什么呢? 乌头,Econite 好像避风雨来临,来得很快的 Econite,Napelis,乌头这个疗势 因为意外或者创伤导致的昏运呢 大家应该知道哪一只呢? 阿尼卡,Montana,生金车 或者因为体温过低或者雨漏导致的昏运呢 首先就用木炭,Carbovegetabalus 最后再考虑呢 需不需要用白泥露或Ratrum Album 好了,如果因为捐血或者失血导致的昏运 是有些人会的 捐血场所呢 突然之间他会失去知觉的 首先就要想甘鸡腊 China officinalis,甘鸡腊这个疗势了 如果因为兴奋而导致昏运呢 那就试下咖啡,Coffee Crudon 如果因为惊吓而导致昏呢 黄素卿,Josemium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因为悲伤而导致的昏运呢 就要服用铝宋果,Ignatia Amara 如果因为血丝底里地昏运呢 就要用射香,Moschars Muscaveria 是射香这个疗势的 那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 在同类疗法呢 在一个很简单的情况之下呢 你知道的什么原因呢 起因很重要的 那你就都可以想到疗势 相应的疗势了 好了,同类疗法呢 这方面的效果会怎样呢 可以这么说呢 在一般的同类疗势 对昏运的情况呢 是非常快的 如果你的疗势是正确呢 应该是几秒钟,几分钟之内 就已经看到反应了 那通常呢,我们会将几粒疗势呢 放在那个疗势底下 因为它暈了,小心 它不会续疗 但是你知道 同类疗法的疗势很小粒的 几粒的,是不是 或者呢 将它融在水那里 将那些水呢 濕一下患者的水唇 或者那条疗势 你不用一定要它沾吞 你在查一下它的疗势 嘴唇边呢 其实那个疗势已经进去身体了 好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简单要做呢 那当然呢 要确保患者呼吸暢顺 有什么地方阻着它喉咙呼吸 患者的颜头呢 可以敷一些冬的毛巾呢 可以帮助它快点梳醒的 那也都可以用呢 我们经常说呢 背固花药的急救疗势 那个Rescue Bark Flower Rescue Remedy 那可以呢 濕一下它的水唇 或者那个舌头 那也都可能很快起作用的 可以帮助它梳醒的 那在移动它之前呢 要确保它是暈呢 不是因为有些严重的受伤 或者是心脏病法 那些都要留意的 好了 那我们个别疗势 跟大家简介一下 OK 我说烏头 烏头 烏头是一个 Aconi Napilius 烏头是一个很 是对一些 是很紧急的 我常说烏头 好像暴风 Tampus 来临爆发的那种感觉 来得很快的 所以到惊吓呢 或者是震惊引气的毛病 极度焦虑不安 恐惧就快死了 那样 还有呢 正作突然发得很厉害的 因为恐惧惊吓或者焦虑而导致的昏云 头部发热沉重 有点灼热感的 但剧烈的心跪 心跳都哗哗哗哗哗的 那大量出汗呢 加上焦虑蜜搏跳得很厉害的 就好像一个Tampus 一个暴风雨那种的境界 就烏头的这个疗势了 好了 另外就是生金车 这个Montana 生金车呢 可能因为失血 或者幽阁 导致的昏云 可能意外 或者创伤之后的 导致的昏云 因为可能任何形式的打击 撞到也好 被拍到也好 或者棍子拍到头上 拍匀了它 所以创伤、受伤、跌倒、扭伤、拉伤都可以 任何的创伤 或者乳伤 或者身体任何地方出去 都可以想生金车 这个疗势的 好了 好 那接着呢 就是木炭 这个疗势 Trabble Vegetabilis 通常是那些急性的昏云发作 虚缺 记住 虚缺、虚弱、疲累不堪 呼吸困难 OK 叹呼吸困难 那个人呢 当然呢 呼吸困难想吹风 那些风吹会舒服些 那可能呢 因为消化不良而导致的昏云 那个人呢 就是表情很冷漠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一个人虚夺了 就是没有什么反应 是很冷漠的 那么呢 可能因为呢 还有呢 身体呢 就排出很多气 热气 因为那些Carbovetchum 很多气 会出来了 皮肤瘡白 还有呢 皮肤可能会发蓝的 整体和身体 某个部分都很寒冷 还有呢 他呼吸的气呢 你的气都很冷的 不是说热热的气 噴出来的 是冻冻的 那 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因为体液的流失 可能出血啦 可能大量过汗 过汗啦 那又可能出现 就是令病情更加差 或者暖是更加差的 那什么会好些呢 吹风 涼风吹它会好些 药气会好些的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甘鸡蜡 China Officinalis 甘鸡蜡 甘鸡蜡呢 都是因为体液流失 那尤其呢 是失血啊 那导致它昏运的 那它也有时候呢 是周期性的发烧 尤其是有些人呢 就是好像 好像药疾病 你知道啦 甘鸡蜡呢 是第一种同学疗法医药疾病的 那药疾病的其中一个症状呢 是周期性的发烧 好了 鸡人犯躁敏感 和情绪化啦 那经常呢 他平时呢 有时候呢 就好像幻想自己 有些东西要做 有时候失眠的时候啊 军到开中 哇很多很多很多大计的 那还呢 就好像 好像怕被人迫害这种的感觉的 间歧性的发烧呢 就是周期性的驾驶性的发烧呢 兼且呢 发烂 虚弱 全身大汗 湿透 和呢 是精疲力尽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个甘鸡蜡的那个阵营 好了 跟着呢 咖啡 咖啡 是什么情况呢 是因为 兴奋 高兴 或者兴奋过度 而导致它昏运的 那么 咖啡呢 对所有东西都很敏感 有些人喝了咖啡 就是声音啊 一些东西 就是很特别敏感的 还有呢 不能够忍受那些噪音 还有脑子也是 喝了咖啡的脑子是很汇弱的 是过度汇弱的 而且对于痛呢 是特别过敏的 通常呢 个人呢 是凌晨三点钟呢 是完全清醒的 这个当然呢 在当时的情况呢 你未必想得到这些资料 但是 有时 你知道的人 你可以认识个人 你知道他 是有这些症状 平时 喝中喝咖啡 容易有头痛 头晕啊 头晕啊 那当时呢 你可能只能够知道 他是兴奋过度 那就是这个疗疗 那其他 他晚上有没有 三点钟啊 特别清醒呢 这个你未必 在那个时候 你找得到的 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黄素卿 这种人呢 这种人呢 通常呢 用在一些 因为怯场 而导致昏的 有事要做了 要出去表演了 整天 自己怯场都害怕到 自己会暈倒的 那呢 当时呢 会感觉的人呢 就是迟钝 纷纷欲碎 他无精打采 他是呕呕的 那通常呢 是表演之前的焦虑 产生头晕 好像是喝醉了 那通常呢 那你看上去呢 他人的眼皮 很沉重 倒了下来 那样的 好了 跟着就是 雷送果了 Ignatia Amara 姓 Ignatia's Bean 那这种情况呢 通常因为悲伤失落 极度的失望 而导致的昏云的 可能失戀 那整个人呢 就是 情绪波动呢 就是暈了下来 没有办法控制的 抽搐的哭 就是不是这样 很顺的唱的哭 是抽搐那种哭 嘲嘲嘲嘲嘲的 这样的 经常叹气呢 他讲话呢 想话呢 互相矛盾 又想去又不想去 又要 又想放弃这个这个人 又不捨得 那样的 那些这样的 在那个情感方面 失落出现的 他人也都极度敏感 有的时候呢 他觉得呢 是情绪谷起的时候呢 觉得后来 一个顶住 有一个硬快顶住的 那也都感觉呢 胸部呢 是感觉 傻傻緊 就是你的呼吸緊的时候 肌肉抽筋 麻痹和刺痛 那他也都可能呢 是很喜欢 或者不喜欢水果的 那当然这种情况 通常呢 是什么情况差呢 就是悲伤的感情感 那什么好呢 深呼吸 那这样子 那你会见到呢 呂宋王爷呢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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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射香的 那这种的 通常这些 是一种 揭施底里之余的 兼着呼吸困难 面色变蓝 那还有呢 是个人的情绪呢 在那里 就是很吵的 骂人的责骂的 那人呢 为什么会暈呢 因为少少东西 激动而已 可能因为敲喘 可能呢 因为 于经期间 吃东西呢 引致脱氧而引起 就是有些很小小的东西呢 就是很容易这样暈的 就是有些人呢 小小的 整天暈 那你想想呢 射香这个尿剂 OK 通常呢 兴奋呢 就令射香的人 是更加更加差的 好了 最后的尿剂呢 就是那个白泥炉 Varachem Album Varachem Album的阵营呢 虚脱面色大蓝 流冷汗的药 飙冷汗 嘔吐和辐射 感觉的人呢 很冰冷的 凡躁不安 冰冷得来呢 他很喜欢喝冰冻的饮料啊 冰啊 或者多汁的水果啊 柠檬啊 和泡菜啊 咸的味道 或者酸的味道的食物 那什么会令到病情更加差呢 就是寒冷啊 当然 冰冻啊 和在月经期间的 那什么会令到病情更加好呢 就是会温暖的时候呢 就是会令到更加好的 OK 那这个就是白泥炉这个阵营 它是冰冷汗啊 虚脱了啊 蓝了啊 OK 那这次呢 就跟大家介绍了这几个主要的尿剂 遇到这个的纷纹呢 是大家有足够的尿剂呢 是可以应付的 嗯 是啊 正如刚才也说过 就是说这些 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说 一些头昏那些 那些就那些没什么 但是去到这个纷纹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已经是失了意识 都可能如果我们第一时间 有及早那个疗剂呢 帮这个病人去做一个治疗啊 处理的时候呢 其实可能呢 相应来说 那个后遗症更加严重啊 因为他说的是 因为是脑部的血氧 突然间呢 就是 跌了下来呢 令到个人呢 去到这个纷纹的时候 那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我们的脑部啊 经过如果真是说 几分钟啊 那个缺氧的情况呢 那去造成这些呢 就更加严重的伤害 所以 常被一些疗剂在家中 或者是我们随身 有时带着一两只在那里呢 那应该呢 就可以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呢 可以帮到病患者的了 那我们已经呢 是准备了一些的 家庭用的疗剂的套装呢 那已经可以准备好了 那所以呢 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 可以来到我们的 陆创意健康店那里购买的 那今天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刚才提到那些疗剂啊 或者疗剂的痛装 或者是健康的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绝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发预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